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E2001年的Paper 2 第26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在這個Figure 裡面 ABC 就是 The Centers of Three Equals Circles 即是有三個一樣的圓 一樣大小 ABC就是一個Center 它就說H of Radius 就是1cm 即是它們的半徑就是1cm 它就好 問你了 就叫你Find the 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即是找一下這個陰影部分的面積 如果你讓我做的話 拿張答案紙出來再說 現在科技都很先進的 因為按個按鈕 圖圖都出來了 我還放大了它 甚至我在裡面加工了少少 留了一些色彩給你 如果你讓我做這條 我就首先會加三條這些紅色線在這裡 就連貫它們三個的Center ABC 然後我也刻意塗了兩種不同顏色給你看 分別就是有粉紅色的部分和黃色部分 我們先解開一下這幅圖 如果我這樣加工了之後 真心說 我的計劃會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陰影部分的面積就是由三個粉紅色部分 再加中間的黃色部分組成 而事實上 真心說一下 粉紅色這三楷 其實每一楷都應該一樣大小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你留意 問心一句 這三條紅色線分別就是 Radius 來的 看到嗎 所以其實根本上這三條線我都可以這樣畫的 其實就是一樣長的 其實就是1cm 是吧 那我都不寫那麼多 免得它花光了 你要記住 Radius 是1cm 可不可以 那不如我在旁邊 寫一寫都看你 好不可以 那 Radius 提回來 是等於1cm 可不可以 我在這裡提了你先 好 接著繼續去 如果你問我 我真心說 那條條邊一樣長 這個是一個丟邊三角形 所以這隻角其實就是60度 即每隻角都60度 那我怎樣可以計算到一楷的粉紅色部分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把這個Zeta線型 線型 ABC 再減什麼呢 就是再減黃色這個丟邊三角形 那你就算到一楷的粉紅色面積是多少 那不如我先計算一楷的粉紅色部分 那不如我叫這個area 粉紅色部分這個 叫一楷就叫做 叫做 叫做A1 給它一個名字 那其實我首先會想計算 the area of A1 叫做A1 如果真的給我計算 那就是我計算一楷的粉紅色部分 那所以我都不如再減黃色給你 讓你舒服一點 好嗎 一楷的粉紅色部分 那會等於什麼呢 那其實就等於 這個首先把Zeta ABC 計算 就是360度裡面佔的是60度 所以360度分之60度 我給我一個color 讓你舒服一點 就再乘回Pi R² Pi R R如無意外就是1 因為它有一個半徑是1 Pi R² 那所以其實 首先就計算這個Zeta面積 是不是 這個Zeta計算了 就再減什麼呢 就是減黃色的丟邊三角形 好了,再減了 黃色這個丟邊三角形 怎麼計算呢 其實不難計算的 因為你有兩條邊 就是11 1cm 1cm 就夾著60度角 兩條邊夾著角 就是2分AB 浮角度C 再減2分1 AB 浮角度C 即是60度 這個位置 給你所有color 讓你舒服一點 給你所有color 1 1 1 這裏給它是紅色 OK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這裏都不難看得到 如果你這樣整理它 前面就是這個 約一約 60 和360度約一約 就是1 over 6 這個1 這個6 然後乘回Pi 所以這裏就是Pi over 6 再減 後面是甚麼來的呢 Size 60度 即是H3 over 2 還有一個除2 即是下面和下面乘 下面是4 上面是H3 所以H3 over 4 就是這個 所以原來一個粉紅色部分 就是這麼大 但是你現在有三個粉紅色部分 所以稍後將它乘3 再加上中間的黃色部分 就完成了 好了 所以 這個了 我就馬上回覆別人 所以 我就回覆別人 就是 所以 我就回覆別人 就是那個area of the shader region 都不難看得到 就會等於甚麼呢 我在下面計算 就會等於 首先把反紅色部分 就是Pi over 6 再減 再減 開方筋 3 就是 over 4 因為你有三楷的粉紅色部分 分別就是1,2,3 所以你把它乘3 我再次強調 這個就是粉紅色部分1楷 就把卡拉利 對嗎 要把卡拉利 提供卡拉利 這個是在計算黃色部分 給卡拉利 再來是卡拉利 再加黃色部分 然後再加黃色部分 剛剛已經計算過 這個就是在計算黃色的部分 好了,我弄好它,不再用那麼多 color 所以在這裏,前面就是 pi over 6 再減, sorry 應該這樣說,是將 3 兩個墊桌成花 所以其實,如無意外,前面就是 pi over 2 再減,3開方筋3 over 4 再加什麼呢?2分1個1,1浪費60度 浪費60度就是開方筋3 over 2 跟前面的1 over 2成為 所以這就是開方筋3 over 4 前面不要忘記,前面有減3個,這裡加1個 即是,total就是 pi over 2 就是減,減多少個呢?3個減1個,就是減2個 就是 over 4 而事實上,還可以有約 2,1如2,2如4 所以,其實最後中的答案都應該是這個 就等於 pi over 2 再減,開方筋3 over 4 當然拉勁,再加一個答案,就是 cm square 好了,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給你選擇 pi over 2,減開方筋3 over 2 有,正確答案就是 a 好了,就查一查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我都記錯了 因為這裡不是4,看到這裡嗎? 剛才約了,剩下2,所以這個是2 差點有些大字 好了,查一查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吧 拜拜